好的 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神学基础 或者立场叫做整合观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 咱们这系列的终止和目标 有感觉自己达到了多少 觉得是不是现在的身心灵 是不是比以前 或者就是咱们是已经要快一年了 有没有一点更加的 觉得装备的更好了一点 就是希望是这样 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就希望我们要不断的操练 我们的课这个形式还是就 课堂中就是跟助教互动 到最后结束以后会开放 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 永远的提出 这个教材是用的主要是 June Hunt的 当你不愿饶恕时的 How to forgive when you don't feel like it 另外就是主要是用圣经 今天还是会阅读很多圣经的经文 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 关于饶恕这个课题 我们真的自己的力量 非常非常的有限 有的时候非常的软弱 无力 所以就很多力量 需要来自于神的力量 我也同时是希望大家 这段时间有不断操练的机会 今天我们还要继续 大家每次都要 我们的助教要分享 他们一个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我们也是 我要最后也要看一看 他们这件事情 最后饶恕到了哪个程度 最后希望是有进步 开始可能就是 如果是这个量成是 一到十分 开始比较低的分数 我希望是慢慢的 这个分数能够增高 这个也是希望每个人能够 来评估一下自己的成长 好 那我们呢 给予饶恕礼物的五个步骤 我们已经讲了两个了 是吧 第一步 就要讲出自己的故事 要认可明确的这个冒犯 和因为这个冒犯 而引起的自己的各种 愤怒啊 伤害啊 包括人气关系的伤害 或者破裂 然后上 上周我们开始 探讨了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要 是吧 放弃 报复 或者惩罚 就是我们这一方面 个人方面去惩罚 冒犯者的 想法 或者那种念头 我不知道这一步 大家感觉到怎么样 就是要个人方面 就是要放弃 所谓的眼还眼 牙还牙 这样的念头 或者行为 这方面 最近 我不知道 有没有这方面的操练啊 就是助教 有没有 你们本来有点 哎呀 就是 咬牙切齿的 或者怎么样 有点点这种念头 但现在就放弃了 那就说明已经走到了 宽树的第二步 有没有这样的 我知道上次 吴燕姐妹分享的 还有讲了她的经历 就很明显 她已经 这一步已经过了 江姐妹也过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 第三步 第三步呢 要由小莫姐妹来分享 她要分享第三步 就说明 应该要 听她的故事 前面两步都经历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把时间就交过 小莫姐妹 第三步呢 就是要 试着 以新的视角 了解 冒犯者的背景 或者行为 然后呢 同时 有的时候要看到 就是 叫 换位思考嘛 看到 如果这个事情 落到我身上 我是不是也希望 别人来 告诉我 就这样一种 整个的思路 就是要 以新的视角 看别人 也看自己 好 那我们把时间 就交给莫姐妹 好的 谢谢师母 那我的故事 也是和家人有关系 上次好像我也分享到过 我的 我们家是三姐妹 那我是最小的 我家里面 我爸爸妈妈就接了 就是招女婿进门 就想到 那个女婿 就把她当成儿子一样 那是我大姐 大姐夫 就是 就是被 结婚的时候 就我大姐去迎亲 把大姐夫 接到我们家里来 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那其实 在我爸爸妈妈心中 他就把这个女婿 当成儿子一样看了 就对他也是各样的 反正就是 各种方面 都会为这个 为这个大家庭着想嘛 但事实上是 结婚以后呢 我这个大姐夫 就有点那种 我觉得她 和她从小成长的 环境有关 现在看来 因为她的爸爸离世得早 然后家庭环境比较差 然后没有安全感 或是这样 反正到我们家里面 就特别的 不融洽 像我妈妈 她们教我们三姐妹 就是彼此相爱 我们姐妹之间的衣服 是可以 随意穿的 我大姐常常 就是让着我们这样子 但是她到我们家了以后 完全没有一个大姐夫 或是大哥 这样的样子 然后家里面的 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是我和我二姐来 来顶着 像家里修房子 本来是她召进门去 那你当说很多事情 你要离起来 带头做 那我们家就是要出钱 多数是我 要出力 多数是我二姐 那当然我大姐没得说 我大姐挨着爸爸妈妈 那是任劳任怨的 但这个姐夫就特别的 就是撂条子那种感觉 就是好像自己身外人 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大姐夫 有很多的看不惯 然后回到家 她在外面打工赚钱 反正钱 没有赚了什么钱 也不拿回来 回到家也不干活 也不好好的 觉得像个主人的样子 来做事这些 所以在现在 她结婚都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吧 刚开始我跟我二姐 对她怨气可大了 最近我爸爸不是离世了吗 这次回来 她做一件事情 让我们一家人特别伤心 你知道就是 老人去世以后 儿女们都会守孝 对不对 特别在第二天 要出兵 要上山那天 那个晚上 那儿女们都会在 那个灵堂里面守夜嘛 那我们是用 居住要方式 又不要去跪拜 又不要去扫乡上子的 那你坐在那陪着妈妈 陪着家人 守一个到天亮 到送完 送完爸爸上山了 再回来休息也可以嘛 她不是的 她拎着衣服开水 就到自己的卧室 就不下来 这件事情过后 我妈妈生气的 就很生气 就是我爸爸送上山以后 然后我妈妈对这个事情 就很生气 就找她来说这个事情 说这个事情 她也不露面 她也不回答你 反正她就这么做 所以我妈妈就很生气 那我大姐又没办法 我妈妈只能说我大姐嘛 说你看 没信主之前 怎么地怎么地 是 好像还没得说 她说你们三姐妹都信主了 为什么好像都 你的丈夫就这样子 不懂事啊 这么久 你们怎么祷告的 反正就各种愿 去发在我们身上 然后大姐就很委屈 就讲这个 整个过程 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 那其实我跟我二姐 也有很多抱怨 在这个事情上 那如何来调理 这个家庭矛盾 到最后都延及到 一个地步是什么呢 当我姐指出 我二姐指出 我大姐夫身上 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大姐夫的那些孩子 都觉得我二姐 是一个挑事的人 就觉得你二姨 就讲这些事情 讲得怎么样怎么样 就有点那种矛盾极化了 到后面 也就是上一周吧 也学了师母这个课程 然后我里面也是觉得 这个事情不能这样蔓延下去 如果再这样蔓延下去 那个家庭矛盾就更极化了 那我大姐还要不要过日子了 对吧 那我妈妈那儿也没得解呀 所以到后面就是 我觉得就在进行到第三步 这种感觉吧 我就去一个一个的做工作 因为我也很对他有意见 在这件事情上 就很没道理 就很不 很不 就是做些事情 就是让人就觉得 这个人很没有 很没有处理事的这种觉悟 也没有这种智慧 也没有这种情商 就让你觉得很受伤 然后我就跟 先跟那个姐姐家的女儿 女性们说 女儿和儿子们说 我说你们一定不要这样误解二姨 我说你们要换个角度下 首先我是帮他们和二姨的 这个换视角去看 看二姨 他们觉得二姨冒犯他的父亲 觉得这样这样的 我说你看 你们从小长大 一姨二姨怎么帮助 最小的时候 他三个孩 多数是我二姐带得多 因为我二姐夫教书的 他们上学都二姐 二姐夫带着上学长大 姐夫基本上不管这个阶段 到后面女儿上大学 都是二姐扶持得多 我就带他们去看 这些点点滴滴 我说现在你爸爸做这些事情 你认可吗 每个人都有意见 那二姨他发点怨言 说说他的不是 我说我们做下一代的 有什么资格去定位 二姨是在挑事呢 我说你们这样定位 是完全不理解二姨的感受 后面三个孩子都说 姚姨说的是 觉得爸爸这件事情 的确做得不好 那家里人有意见 也是难免 但是我们就不能够 再在这个事情上 火上浇油了 这个事情给孩子们说了以后 他们里面就会不再去埋怨 二姨是在挑事 我说你换位到二姨的角度 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 爸爸做事这么不称职 然后对他一点意见都没有 他就是说这个方式是不对 或是真是在这个家里面 引起了矛盾 但是他出发点 一定有苦衷有难处嘛 所以孩子们都选择了 理解二姨的做法了 那在妈妈和大姐这边 我就只有鼓励大姐了 我说妈妈每一个抱怨 每一个埋怨 其实你要去看内心深处 就是因为做错了事情的 我们没有道歉 他受伤了 你又让他不说 那爸爸刚刚离世 他心里面很痛 很难过 你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还不让他说 那他怎么活呢 我说如果妈妈下次再练我们 再说我们这些不是 作为你和姐夫是一家人 是一体的 那你先跟妈妈道歉 你就说我们这样做不对 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够 让我的丈夫跟你道歉 当我认识到不对 我要先给你道歉 我们这样做就是不对 就是特别的错 伤害了你 我说妈妈说话 你不要抵回去 哎呀你不要再说了 事情都发生了 都怎么样 我也没办法 我说不要讲这些 你就跟妈妈道歉 就跟他说我们这个事情就是错了 伤了你 你想说你就说出来 然后我为你祷告 哎呀我这样跟我大姐说了 其实我大姐听到妈妈的抱怨 因为她抱怨就不止这个事嘛 她一生做错的事 妈妈都会拿出来说一遍 你想想那肯定也难受 因为大姐也很辛苦也很累 大姐夫又不在身边 又会她不听嘛 那只为我大姐听 那妈妈又不可能不说 所以这个矛盾就会有点那种恶性循环 双方受伤这样子 所以后面我们几几没沟通的时候 我就跟大姐单独沟通 所以就要跟妈妈道歉 你先为这个事情来道歉 在主面前认罪 你和你丈夫这样做是得罪神也得罪人 没有尽请你 我说当面给妈妈道歉 就是这样子做 待我丈夫向你认错 向妈妈认罪 我错了 我们这样做真不对 这样子下来以后 我姐姐心里面顺了 就是我姐姐心里面舒服了 当下一代 就是这些听的人心里面 不再去抱怨 去埋怨 去苦读那个说的人 那说的那个人 在说什么的时候 被接纳了嘛 她的情绪就被接纳 那我妈妈心里面就会好过很多 所以现在我还没有 安慰我妈妈说 要她换一个角度 去看那个冒犯她的人 但是呢 我已经给我家里面 小的这几个 还有我自己姐姐 二姐这里面 给她们做了一个疏通 就说你要站在妈妈的角度去看 她为什么这么多苦读 这么多抱怨 为什么这么多苦 因为实实在在很多事情 她没这么做啊 她的本意是要照这个女婿进来 撑起这个家 她不但没撑起 反而很多事情尿条子 没有站在那个脚 那个那个位分上去 这也就罢了 然后你到这个最关键 人生的尽头 爸爸走的这一天 你还做这么大一个 出丑的事情 你说怎么不伤心 不寒心吗 这样说了以后 那大姐之前不了解 那是她是她 我是我 你怎么老练我啊 我说因为你是一体的 她不练你练谁了 我说再说练你 那是你的丈夫 你不受着谁受着呢 我说你也难过 我们也知道 首先我同你 我大姐 我说你很难过 我们也知道 但是这个事情 只有你面对 我说我们也只有求主 来找出 为大姐夫多祷告了 所以到最后就是 换了一个角度吧 就是说去看 那个苦毒抱怨者 她背后的那个原因 我妈妈不是一个 爱怨言爱苦毒的人 但这个事情 对她伤害真的很深 那如果我们做子女的 就觉得不能理解她 或是很多 她做出这样的言行 或怎么样的话 就不理她 或是有些恶言相加 或是跟她对着干 我想我妈妈会生很大的病 她会难过很久 因为她 我爸爸刚离世 她本来就难以接受 那如果再在这些关系上 处理不好 她肯定更难受 所以在我二姐那儿 我就只有劝她 站在另外的角度 去看我大姐夫了 说她做得很不对 这些事情做得很不对 你说是没得错 我说但是这不是 最好的办法 因为你说吧 你总是让自己受亏损 本来她这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做得不对 你再去说一遍 再去批评她一顿 很多时候 就是表达了你的意思 但没有成就神的意 因为上帝把她 放到我们这个家中来 不是让她来 被我们指指点点说的 她做得不对 上帝也看得见 那更多的是什么 我们信了主 我们得了这样的恩惠 打门的难处 对 我说我们得了这样的恩惠 是要如何去看待这个人 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如何去理解她 去同理她 然后我和我姐就 反正最后就一起祷告吧 就觉得她的成长经历 蛮坎坷的 就是父亲理事得着 家庭条件 贫困 小的时候经常被人 吃不饱饭是常事了 那个你知道 那个 我姐姐姐夫都六十年代的人 六几年代 对 吃不饱饭是常事 所以后面到这边来 她看钱就像命一样的 那么紧 很少轻易拿一分钱出来 这样子 我说就很理解嘛 那情商不高 她的家庭环境 没有这样培养她 就算到我们这个家里面来 被接纳 被温暖 但是她要改变 有个过程 除非主触摸她 我说人自私的本性 她在这一点就发挥出来了 我说话说回来 起码我们这个家 是爸爸妈妈有爱 这样子养育我们的 如果我们也是一个没有爱的 那都自私不就更麻烦了吗 对 所以最后我还在解决吧 还在解决 但是我发现这个 用新的视角 用一个换一个角度去看对方 去接纳对方的情绪 在我们自己这一家人身上 我觉得达到了果效 那对我大姐夫那一块呢 因为沟通不多 还没有真正的 就是起码我们里面 没有以前那么恨她了 所以说提起这个事情 我们还会有愤怒 但是就是还是愿意说 不去追究她的责任 不去追究她要怎么样 因为如果追究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 就会和她对着嘛 比如说很多是出钱的事 她不出的 家里面爸爸生病了 花钱 家里热了 装空调 这些钱照理说她出吧 出 都是我们出 那我们就觉得是给爸爸妈妈用 你不出就不出呗 父母用让她舒服 不是让你舒服 虽然父母走了 到时候也是她享受 也给她 那就给她呗 反正父母享受过的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只有这样子去想 不容易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小莫的分享 当然看到了 家家有本什么 南业的经 我想问 现在的几位助教 你们听了这个有什么反馈 你们如果要应用这个 咱们的第二步 或者第三步 你们看到小莫 他们就是这个全家的一个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 哪一方面这个有得到 开始得到应用 有没有 玛丽或者这个姜姐妹 你们能有什么反馈 我觉得 我先说一下吧 我觉得小莫姐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是按圣经的道理教导是在做的 那就是我是觉得 本身这个课程对莫姐是有影响了 这个事情她已经开始 至少没有跟那个大姐夫做一个互动吧 但是至少从自己内生家人这方面 先做了一个理解 换位思考什么 就是这种饶恕的这种铺垫吧 但是呢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是放在我身上 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问题本身出在大姐身上 大姐夫能够这样一味的 这么多年了 结婚不是一天两天了 能够一味的在家里头 能做出这种过激过分的行为 让大家都不理解 都不认可的行为的话 我觉得是在他们两个夫妻之间的沟通 大姐妹有一个界限 很多事情 对很多事情 就是她没做的时候你要说出来 而且这次没做的话 要好好谈 不能等结婚应该有二三十年了吧 不能等这个时候了 再去让大家来责备她 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做妻子的 跟丈夫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了 而且一味着在退让吧 可能她不觉得这是你的界限 所以她敢一步一步的就这样一直在跨越 当然了 莫姐说了她丈夫可能原生家庭的影响 包括她的那个小气 她的小心眼这些东西存在 我们每个人都有原生家庭的影响 只是不同的角度和不同影响 不同的方面 但是我是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 就是不能总拿这个家庭背景 原生家庭的伤害啊 影响来做借口 我们是有理性思考的 而且我们都是基督徒 我们是要在人生 不管是你多大年龄吧 过程中你要不断的成长 成长要活出基督的样子的 而不是说我原生家庭不好 我就这样我改不了 反正我破罐的破摔了 其实不可以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舍身出地的 从她的原生家庭来考虑 她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也认为她是应该改变的 而且这么多年了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但是对于我来说 对不起 好了没了 谢谢大家 我觉得大姐有点很可爱 有点像户犊子一样的 有点就好像为她谈姐什么的 玛丽的观念是 我们一家人的观念 就觉得你那么几十年 你就是一块石头也污热了 这么就没改变了 所以我妈妈为什么念大姐 就这样 她觉得大姐有问题 那大姐难受的是什么呢 她觉得在她那个小家 在她自己那个一家五口自家 她觉得没矛盾 反正她让着丈夫 她也出力出钱 愿意努力赚钱养这个家 就好像在孝顺父母这一块 在这个大的家庭里面 她好像没有那么有担当 但是她自己那个小家 觉得有担当 但是殊不知里是招进来 在这个家里面 对 就是要照顾这个大家的 我和二姐 就从来没去家里面去 找爸爸妈妈拿点什么 分点什么 我们都是往家里往回拿的那种 所以 她就没有把她的位置摆到她那个 你是招进来的女婿 就像儿子一样 你得尽儿子的本分 这个谢谢大家分享 这个如果要做家庭辅导 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这样一个体系 我是看到好几层问题 就是如果关于饶恕的问题 我觉得至少有两层 我看到的是一个是要 因为是对这个大姐夫有点意见 就是她做的一些事情总能为是各种层面上有点冒犯了我们 是吧 就是要怎么样 饶恕她 也不是去报复 至少我觉得这点你们都基本做到 也没有报复 是吧 所以这个这是一层 还有一层就是后面又跌上来的 节外深知的一层就是对那个二姐有点抱怨 是吧 是大姐夫家里的人对二姐有点抱怨 这个好像又是情愿 他们家好像挺抱团的 感觉你大家的家挺抱团 所以这个在一定时代好像是好事 但是没办法 谁叫你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呢 所以多处的要平衡了 所以我觉得是有两层的老数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在做这个事情上 就是你现在主要做的 我感觉在家里各方面的这样的互动 是先要一层的比较容易的 我觉得你先走的 二姐这方面可能是比较好解决一下 你先去关于他们有点记恨二姐这件事 你先去这样游说一下 工作一下 劝说劝导 我觉得这一点 我不知道 这样我也是会先易后难 是吧 咱们如果就先难后易 就卡在那儿动不了了 就先把容易的事情先 就像考试题目 有的时候说 先把容易的做完 是吧 我都卡在一个难的题目上 你容易的也做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但大姐夫这一层 就像刚刚玛丽啊 这个江姐妹她们也看到了 就是这个其实更复杂 我觉得所以就比较难嘛 比较复杂 因为她 我自己看到是还有一层 就是所谓倒插门女婿的课题 这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所以谁 她一开始愿意做倒插门 哎呦我的天哪 竟然敢 因为有这个胆量去做倒插门 我觉得已经是够不容易的 是的 但是谁容易做代表倒插门 所以一般谁愿意做倒插门 如果是不是出于无奈 有的是因为钱啊什么的 没有房子啊什么 倒插门女婿能够成功的 我就刚刚讲玛丽说 最主要是这个 夹心板中的那个人 就是你大姐 如果倒插门女婿 这一摊能够弄明白了 一定是夹在中间的 这个夹心柄中间的这个人 是功成 就是你大姐能够照顾她 这个倒插门女婿 她老公的情绪 因为倒插门有点点 我感觉啊 我不知道因为我听了很多段 有点寄人一下子 谁愿意寄人一下 当然我相信你们家 都是对她很好的 是吧 但是你们对她好 但是她毕竟是个倒插门的 这不是她自己的家 她就是说一般是有条件 自己过时 如果这是一个界限的 那没办法 几十年已经过去了 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倒插门女婿 那我们既然已经这样 我们就要去努力嘛 怎么样把这个去去那个管理导号 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Anyway就是 我觉得你大姐的确实非常难 就好像她就很 就是英文叫 You are damned if you do You are damned if you don't 你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就是夹在这种 就要加心底 所以我每次就说 如果这种加心底的关系 能做成功 做得还差不多可以 那就是夹在中间人是功成 那我就想 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案例 非常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个我们再慢慢 还要往下走 对吧 我们可以再看看 我们再一些 到时候分享 是不是你们可以帮我们这个 你清楚这个头绪 我觉得挺复杂的 好 所以这个以新的视角 了解冒犯者的背景啊行为 我再讲几个小例子 就是说 上次也讲过June Hunt 就是那本咱们的参考书的作者 就是他不是想 谋杀他父亲吗 当初他妈妈说了一句话 让他就是打消了 这个要报复的念头吗 我记得 他妈妈说哪句话 大家说记得吗 有没有记得 其实他妈妈是 那句话其实就是 就是正好也是符合了 今天这个步骤 他妈妈让他 我觉得他说他没有上帝 对了 就是就是 其实这样 这样June Hunt 他就是 换一个视角来看 就是说 他妈妈说的 因为就是他爸爸不认识 所以就是 我记得当初我们 第一课的时候就在想 我们自己有哪些 就是特别不能饶恕的事情 我是自己讲的 我有就是不能饶恕自己 就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的 我记得那个小莫啊 那个玛丽都分享了 这样 那我呢 就是我现在就想 我自己 我自己是怎么样 克服这一关呢 就不能饶恕自己 其实我也是 信主以后 我开始饶恕自己 我当然还饶恕其他事啊 那我觉得 不能饶恕自己 对我来说更大 其实对我来说 还是这一句话 还是因为我 以前如果犯了一些错误 我觉得 就做了一些 我后来想起了挺后悔的事情 也是因为我不认识 所以也是这个是 步骤三 就是一个契机 就是一个叫转折点 一个game changer 虽然很难 就是我 可能如果我不信主 我可能不知道 是不是永远不能饶恕自己 就但是 上帝饶恕了我呀 那 我看到 这个 上帝是这样 一个慈爱无边 但是有公益的 这样一位主 他饶恕了我 那 我也应该饶恕我自己 是吧 我不知道这一点 你们想想 对自己的 一些好像觉得 不能饶恕的事情 你们觉得这一点 有帮助吗 那个玛丽和 那个 小莫 很大帮助 但是这个要有一个度 因为常常觉得 上帝可以饶恕 好像自己就 就很容易 再犯 很容易再去重蹈 就是那个事情 过了 那个坎过了 觉得那个事情 好像我 觉得好像不饶恕 自己做这个事情 好像真的是 很讨人厌 自己也恨自己那种 但是想到 上帝饶恕了我 那也就好吧 接纳自己了 但发现 好像你更容易去跨越 另外的 不对的事情了 那种感觉 我觉得最近 我有一点那种 这种感觉 这样子 OK 我总想到 就这个事情 好像也不是那种 有点不痛不痒的 那种感觉 就是 就是不是那种 特别错误自身 但是呢 又觉得总是 不逃神喜悦 那样的感觉 就觉得 哎呀算了吧 享受享受 看看再说 觉得反正 上帝会饶恕我的 这样子 因为我感觉 可能是我 因为自己 自己 这个懊悔得很深 所以我就知道 这个事情 是非常错误的 就就是 谨慎加谨慎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对我 还是挺有帮助的 那玛丽呢 我是觉得 我大部分时候 对自己都会手软 然后说 我要做到 然后说 我要做到怎么样 但是我有理由 但是我总会有个 但是 所以这个 对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个事情 对我来说 真的是很困难的 就是 包括我家Paul也说 你为什么 就不能换位思考呢 你为什么就不能 我觉得 我已经换位思考了 我已经做到了 我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但是你 就是 往往就会 这种思路 我觉得我没有 师母做得那么深刻 但是我是 就是学了这个课以后 我也在想办法 包括 跟随圣经 主耶稣之后 我也在一直 想办法改变 但是我觉得 真的是很难 人本身就是有罪的 就是自私 这是最大的罪 所以就是因为 这个自私 把所有的事情 包括 如果想去饶恕别人的时候 都要给自己 一大堆的理由 来去解释 我不饶恕的原因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 我们可以探讨 为什么 真不容易 我们现在就是 就要看看 神是 怎么样 就是经历 这第三步的 因为 这个耶稣基督被人 钉上十字架 他也能受到 多大的冒犯和生态 他是 怎么 这样的 有一个新的视角 看我们这些罪人 好 那这个 江姐妹你来念一些 这个很熟了 路加福音 二三三四节二三章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库鲁地 就在那里 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又钉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当下耶稣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兵丁就研究 分他的衣服 谢谢 那你看耶稣的 这个新的视角 是哪个视角 哎哟 耶稣 他的 他哪个视角呢 他来救咱们 他就是 也得做示范 也得饶恕 他是神 我是这样想 所以咱也得效仿他 嗯 每当 不饶恕人的时候 我就心 耶稣都被钉到 十字架上 打那样 嗯 还自己扛十字架 上那去 还饶恕他们 嗯 还都能饶恕 把他钉 十字架上的兵丁 嗯 自己这算啥呀 哦 往来还往往呢 想完之后 一会儿 过来 一上来又饶恕不了了 就心自 哎呀 有个界限 界限呢 是我 也做错了 我没有界限 把这事做了 知道 嗯 加上 太难 耶稣 就是他 我觉得他的视角 就是因为耶稣看到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不晓得 我们不晓得他是错的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反应 就是很多时候 我 我说看自己 我当初做了一些自己很后悔的事 后来我想 哎呀 的确啊 我因为不晓得 我没晓得那个是坏事 好像也没犯法 也没怎么样 那就是不晓得 那是非常错误的 非常 这个 有 有害的 是吧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 还有 所以这个引用到 如果对别人 如果我们要饶恕别人 人家做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伤天害 你非常伤天 是不是 也是可以这样看 就是说 他们所做的是因为 他们不晓得 他们不知道这是错的 有的人就说 everybody is doing that 好像 很多人在做这种事情啊 像中国有的时候 好像你在一个单位里 那有些单位啊 你不贪污还不行 因为 你不贪污 人家就要肯定来搞你啊 你就 你这么廉洁 你就寸托别人 那么腐败 所以 结果你弄到后来 也一起贪污了 然后 还是正在 反正大家都在贪污 他不觉得自己 这个是错的 但是他结果后来 因为什么事 又给 这个 揪出来了 结果反正是罪 还是罪嘛 事实上他们 就是当时做了 这个 他们不晓得 或者有的人 真的还是 明智顾饭也有 是吧 那就最佳一等吧 就是 明智顾饭最佳一等 大家觉得呢 我觉得 这两个人 我不知道耶稣 这里面用的 不晓得 是不晓得 圣经的道理 不晓得 天父的道理 还是不晓得 世上的法律 我觉得这两个人 犯罪 他不应该 就像师父刚才说的 他不应该 不晓得 就是有些 但我明明知道 是错的 但是大家都在疼 那我也做了 就是明智顾饭嘛 但这么重的罪 他难道不晓得 两个人 强盗 对啊 对啊 这么重的罪 都被钉十字架的罪 他做之前 他不晓得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小的 但是他控制不了自己 但是呢 耶稣这里所说的 不晓得 我理解 应该不是说 他不晓得 这件事是错的 而是不晓得 耶稣的真理 不应该去做 而不是说 这件事对错 我理解 非常重要 就是 耶稣这句话 就是对下面 是我觉得上千的 在喊 定死他 定死他 那是犹太人说的 因为当初他就 就是最后一口气 之前说的那个话 因为 所有的罪都 会到了耶稣的身上 所以这个太痛苦了 但是耶稣还是 叫天父赦命 这些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所以这个 我想我们可以 有的时候就是 真的是 很难 我觉得非常难 这个 饶恕的时候 觉得想想 耶稣的意思 深呼我加以一句话 我觉得在 福耶稣里面 有一个地方就记载说 不是 在使徒行传里面 就记载保罗说 他们以逼迫耶稣 逼迫信耶稣的人 以为是福是神 是 保罗本身都是这样 对 所以他们不晓得 就是说 他们不觉得 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觉得把耶稣盯死 他们是做了一件大事 因为他们觉得 耶稣亵渡了神 但是耶稣说 福尔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 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就他们不晓得 还不认识 耶稣基督 是神差来的儿子 或者他不愿意 有些人是不愿意接纳了 因为耶稣 也明显宣告嘛 所以 更多神 耶稣是真的是 站在更高的高度 来为私人代求啊 这点真的是这样 因为那些 所谓的 宗教领袖 就一直在说 耶稣是亵渡神 称自己是什么 神的儿子 其实还 其实这些人就是 有一点是 抱私仇吧 他们嫉妒耶稣 这么多民众 追随耶稣 所以 有一点点 事就找 耶稣的茬 反正 后来就说 他亵渡神 对犹太人来说 亵渡神是重罪嘛 那就是要 钉十字架 所以就是 耶稣 所以在刚刚你们两位就讲的非常好 就是耶稣就是 他们就是不认识神啊 不知道我 我其实不是谢主神 我是神的儿子 连他的门徒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 是吧 都这个逃窜的逃窜 这个否认耶稣的否认耶稣 所以 这一点 这一点就是 我们在饶恕别人 或者自己的时候 能看到 很多时候他们真的是 不管是什么问题 就没有意识到 这点事做的是非常 害人的 有的很多时候还不仅害人 还害己啊 是吧 有的时候都没看到 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也在 总结一下 就是慢慢的 特别就是zoom in 来聚焦看看 饶恕宽恕有什么 特殊性啊 上两次已经讲了 饶恕是一个超自然的反应 是吧 上一次是讲 恿恕是 这个决定是无条件的免除 在无 就放弃啊 以牙还牙 一眼还眼 这些天我跟 我的先生还探讨这个事情 就是我在 我还辅导 辅导人的时候也探讨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 在某些人气关系中 即使是基督徒 有的时候免不了 就是好像觉得受到点攻击 觉得我就要回击一下 就是我们上次 讲的私人 这种层面上 真的是回击 或者是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就是会怎么样 弄到后来大家都没有眼睛 没有牙齿 如果是基督徒这样做 那就会半导人 就是 这个事情有的是我们就很难克制 就是 恨不得就给对方贴个标签 什么的 我有个经常辅导师 我说我是专业辅导师 我除了给 保险公司 要给出 来访者的 这个 diagnosis 就是 诊断 我跟那个来访者都不能说的 我知道我这个流派 我这样做 因为如果一个人已经有某种症状 真的是 就clinical 临床有这个症状 谁愿意在脑门上再贴个标签呢 被贴标签 我有焦虑症 我有多动症 谁愿意啊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 其实 比如说我专业的 我都不给人家贴标签 非专业的 其实也不懂得怎么去 去 诊断吧 因为都诊断都很复杂的 尤其是人格方面的诊断 是非常复杂 我如果我们真的还给人贴标签的话 那就是我觉得是有点会 伤口撒盐 去上下说 所以我觉得 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做 我不知道你们 怎么想 就这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 就心里如果实在气不过 就很容易这样 你说我啥 我也要回应你啥 所以我 这方面我觉得要 我们是需要提醒我们自己 对 师母这一点我回应了一下 我觉得是太重要了 贴标签 这个事情 不小心就会这么做 在沟通当中 特别亲人之间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很了解 很了解他 一开始都先入为主 给他定个信在那 所以后面的沟通就很难 因为是在这样的沟通里面 我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换位思考 为什么我会 他说这个话 我会那么大反应 我一想到我就给他贴了个标签 我现在我就想 他就是这样想我 这样看我的 所以我就这样反应 其实人家要表达的 不是这个意思 可能 就是就是论事 就这个事情 他想表达一下而已 所以这段时间 我也蛮多反省的 就是你说到贴标签 这个事情 那伤害真的很大 我们被别人贴也伤害大 我们贴别人 一般人都会觉得伤害 除非我们已经得到了疗愈 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得到疗愈 甚至就差不多彻底疗愈了 我还可以开自己玩笑 所以有的人说 你脑就俗过说 我说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我就说 是啊 我脑子真的是进水 因为大家 我做过开股手术是吧 那就是脑子里 真的是现在有 有核桃一样大的 这个洞 那个洞里面是啥呀 不是空的 就是水 所以就是 你说我脑子 我说 你别说 真的你还说对了 是吧 我脑子里就是进水了 但是就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这样做的 是吧 所以 很多人一般 尤其是有心理 这方面的 有一些 我们可以说 有一点点什么症状 但不是什么症啊 症是有专业人士来定的 是吧 但是我们为什么 那么喜欢 就啪一下这个 标签给人家贴过去呢 其实我 我就是说 我疗愈了 我也不愿意脑子上 贴一个标签 说 我是做开肚手术 我脑子里有个洞 我脑子进水 我也不愿意这样 是吧 我可以自己调侃自己 所以我们给任何人调侃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我们 还是要提醒自己的 所以这也是 饶恕宽恕的特殊性 如果我们既然要饶恕别人 那也就避免去 贴标签 好 然后今天呢 就要来看一下第三个 就刚刚刚说的 然后我们再来 细细的看一下 就说我们要宽恕需要一个新的视角 就是要换位思考 就是自己和冒犯者一样 一样是罪人 可能是犯的罪的程度不一样 可能有的人是犯了刑事罪 或者更严重 好像是按照世俗来说是更严重的 但是 但有的时候是不是小巫见大巫呢 或者在智上是彼此彼此呢 或者到上帝的眼里 上帝看我们 上帝是 看我们 反正都是罪人嘛 是吧 如果我觉得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 可能就容易双雕 是吧 就是还是容易 这个第三步很难走过去 我感到就是 他就是伤害我多呀 是吧 或者他先伤害我的 咋的咋的 所以就根根于怀 所以这一点我们来看看这个 圣经里面怎么说的 那玛丽你来读一下 提摩泰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 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 做榜样 谢谢 这段书是谁写的 提摩泰 提摩泰写的吗 写给提摩泰的 对保罗 保罗 所以因为这里 这个我 所以这个我是谁 是保罗吧 保罗 是保罗 保罗人称自己是罪魁啊 这啥意思啊 我们知道的保罗是什么 是个使徒 最最忠心 这个跟随耶稣 传扬福音的一个人 尤其是给外邦人传福音啊 所以因为保罗我们得到了福音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里他为什么说自己是罪魁啊 他怎么是这样的定义自己啊 罪魁是什么意思啊 罪人里面是吧 罪魁或首 那你想象他保罗 如果他是自己的自我认知是什么 他罪魁也不是说谦虚啊什么的 他肯定是要看到自己做过一些什么事情 他亲自的罪魁 大家能列出他的罪状吗 人人记得 就在使徒行传的最前面吗 第一章二章 第三章四章那儿 他就是那些打尸体凡的时候 他在旁边看守衣服 还为那些大发热心 他去到大马士革路上 去抓捕基督徒的时候 被神的大光照耀 对 他就是要把那些信耶稣的人捉拿 放在监里去 是 他就是迫害基督徒啊 然后拿着文书 就是让很多基督徒这个下监 就是送进了监狱嘛 所以你看保罗 他自己是个罪魁 大家想想看 你觉得他这个认知 觉得自己是罪魁这个认知 对他后来写的 罗马书啊 以弗所书啊 还有哥罗西书里面 还有关于 饶恕的这些经文有关系吗 他让我 他每次都说让我们饶恕 他怎么说的 就是我这个其实那个封面上 就是用的以徒所书的里面 这根经文 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 然后要饶恕别人 就像神饶恕了我们一样 这个就是 像神饶恕我们一样 首先他就是意识到自己需要被饶恕的嘛 然后他也觉得自己的罪魁 所以他可以教导 别人 当然他也是免得自己 他也要饶恕别人 其实他一路在使徒情深 一路传福音的时候 遭到多少的 这个迫害和毒打呀 还下了尖 是吧 所以保罗后来还 后来被抓去 他说过什么 被鞭打 40减1嘛 就鞭打39下 那边想要脾开漏战 所以他经历那么多 但是他还叫我们要 彼此劳 所以这一点 他换过思考 是有助于他去饶恕的 甚至迫害他的人 好 这里还有就是约翰古英里面 这个大家很熟 我们上次也读了一点 所以这个我就想看看 这一句 就读了一下 8到7 或者 8到7到8 8到9吧 这两个 上次我们读了下面三个 那个小猫 你来讲 他们还不住的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脑到哨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 仍然站在当中 所以这些人 本来是一个个是吧 拿着石头啊 可能还跳大的 重的 那这个旋啊 然后 现在 耶稣说了这句话 他们 就应该放下了石头了 然后一个一个的 从老到小 出去了 就不再 拿石头打这个 叫新颖的妇人 是吧 所以就等于 他放过了这个妇人 或者说 他心里 还是有点宽恕 这个妇人了 本来他说 哎呀 按照摩世历法 我就可以砸死他 但是看到这个 这个里面 这些人 为什么会放下 手中的石头 或者为什么会放过 这个女人 为什么 我觉得耶稣这句话 在引导他们去思考 谁是没有罪的 当他们去反省 自己的生命当中 也是有许多的罪 所以他们就可以 先 就是 我也是个罪人 那我们在执认 他的罪的同时 我也是个罪人 我是没有这个权利 去定他罪的 为什么还是 从老到小呢 因为 他活得越长 罪越多 所以在这一点上 大家想到 他就是 其实那些人的心里 就经过了这个 第三个步骤 是吧 他就换位思考了 他想到 这个女的是 有罪 我自己罪业不少啊 耶稣的话 是有力量的 可能 那句话 就让他们眼前 可能浮现出 像电影一样 自己干过的 各种各样的事情 从小到大 老年人一下 这个电影 这个好长好长 年轻人可能短一点 然后我就 把他放在下 哎呀 就就 石头放下来 从老到小 就 一个一个就出去了 对 我觉得耶稣说这话 就特别有 有 有智慧 他不是直接去定 他们的罪 他而是 引发他们去思考 你们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你们先想一个问题 谁是没有罪的 所以这 这很多时候 我就触发我很多的 感悟 我就会讲的 我要讲怎么样的话 能够引起对方去思考 能够让 能够启发对方去思考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要智慧 所以我也经常说 耶稣是最好的心理辅导师 所以最好的心理辅导师 就是要让对方 能去反省 而不是我告诉他 应该怎么做 告诉他 有用吗 他自己没有从内心里面反省到 或者认知到 就是这个很难 他会这个 就是说什么 以前说这个 里面这个脑子里面要闹革命啊 就不会有翻转 就是 这个就很难 就一定要让他自己来想到 自己的问题 所以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讲到 自己看到自己的罪 就是换位思考啊 当然一方面要了解对方的背景 就刚刚那个小莫讲的那个故事的时候 也是对方 比如说他大姐夫啊 从下来 你的家庭可能缺乏爱啊 什么啊 就比较缺乏安全感 就这种当然我们考虑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是不是永远揪着别人呢 就要考虑到自己 所以C.S. Lewis在他那本书叫 Mere Christianality 纯粹的基督教 也有一个翻译叫 这个 反腐归真 所以这个里面 他就说的 人最大的罪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 人最大的罪是什么 这个他这本书的第八章 就讲到这个事情 叫Great Sin 最大的罪 其实我信主就是看这本书信的 就是 而且就看到这一章的时候 所以就是 是骄傲 自豪 骄傲和自豪 就是说自以为是啊 自以为义啊 所以 其实我当初就是 看书看到这一章的时候 我觉得圣灵就 启迪了我 我就看到自己是个罪人 我就 哎呀 举手需要 耶稣的拯救 我觉得这个就是 圣灵的感动的一个 我觉得非常清楚的一个经历 所以我后来我就写了这篇见证 这个 后来发在海外校园上面 还有他们还投 我们当中 我以前那个教会的牧师 还投到其他地方去 就 我跟我先生就是 因为这篇我的见证认识的 就是他看到我这篇见证 本来我们俩不可能相交的 在人生中 结果他就是因为一个机会 看到了我这个见证 所以我这个见证 现在在 海外校园 因为这个很早以前 96年写的见证 96年写的见证 然后我跟我先生是97年结婚的 所以这个叫永恒喜乐的彼岸 原来我的名字就叫我的见证 在编辑起了一个好像 比较fancy的一个名字 所以他们现在放到一个 可能是archive 就是一个比较纯老文章的一个栏目 叫橄榄社区 里面就是还有我的这个文章 当初 反正有很多小题目 就是当初 讲到那本书的时候 就是在这里 不知道就是 大家不知道看得到了 这里就像 我就在CS路易写到 他这里说 这世上有种罪 这世上有种罪 没人能信念 而且你看到别人有此罪时 会恨之入骨 但是除了基督徒以外 几乎没有人能想象 他们自己也有同样的罪 这个大罪就是自傲 然后他就比较一下 如果有的人生活不检点 贪婪 动怒 酗酒等等 这些好像那些罪 跟自傲和骄傲比起来 就有如文丁重咬 魔鬼撒旦 就是因为自傲 自己的骄傲自傲 才成为真正的魔鬼撒旦 其他的一切罪都源于自傲 自傲就是彻头彻尾 对抗上帝的心态 自傲喜欢的是势力 自傲具有竞争性 所以他深深不息 当初我就看到这句话 好像是五雷轰顶了 我就 当初就 一下子就被击中了 我下一刻就是 那时候就是一个 我觉得像一个生命 就好像一个 我感觉好像像一个 天鹅从水底下降 浮到水面上 这个感觉 所以 刚刚这一段 是我自己翻译的 他原来 我也不知道 他有翻译的 这个已经有翻译的文章 好像是台湾有翻译的 那我当然不知道 因为我看了英文版 是我自己翻译 后来那个台湾上的编辑 说 说我翻译的 比他们翻译的好 所以就是 那一段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 有没有什么感受啊 但是当初是非常的 冲击我的 好 所以今天就是 关于这个 这一段 就是要换位思考 看到自己的罪 这样能够帮助我们 去饶恕别人 所以这里有一句 就是约翰福音 这个 关于《行影的夫人》 这段经文里面 最后耶稣说了一句话 就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这个就是 我不知道 他就 马上就接了 说这句话 就是 好像那些 人啊 可能是本来想 砸这个 《行影的夫人》 因为这个 《行影的夫人》 原来有《行影》嘛 那耶稣就叫他 以后再也不要犯罪了 我想耶稣也是 实际上所有的人 在比较犯罪的 就是 要从黑暗 走向光明 所以 就是我们靠自己 做得到吗 所以像 马丁路德 大家也知道 他 是 也是 一位牧师 民权牧师 大家有一个了解 他说过一句话 叫 黑暗不能 虚拙黑暗 只有光 可以 虚拙黑暗 这刚刚跟 耶稣说的那句话 是不是 相称的 就是 如果我们 也不饶恕别人 很多可能 苦毒在心里 是不是就 一直存在 黑暗里面 我们真的是 只要靠 神的力量 上帝的力量 让我们 从黑暗里面 走出来 就是通过 饶恕 很难的功课 很难的一个 旅程 我们 可以通过 耶稣这个光 来驱逐 我们的心中的苦 大家有什么 要补充吗 什么要补充 那我们就 往下走 就是我们 每次也要讲 饶恕不是什么 这个饶恕不是什么 我主要是 为了来破除 一些迷思 比如说很多时候 我们 真的饶恕 这个 Journey 这个旅程 做得那么辛苦 也是因为 我们很多迷思 所以上次 我们这个讲过 饶恕是 不是一种 自然的方法 我们都说 靠我自己的意志 什么的 可以做到 但是你能做到 当然是最好了 Gift 也太了不起了 对吧 但是 很多时候 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真的是要靠 超自然的力量 上帝的力量 然后上次也讲 也不是一种感觉 我现在就不想 饶恕这个人 我的整个 心头 这个那个恨啊 是吧 心仇旧恨都 这个充满胸膛 就是不想 饶恕这个人 但是就是 饶恕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让他 这个心仇旧恨 一直在胸膛 因为永远 在那个里面 就像我们当时 画了个钩一样 是吧 就永远在滴血嘛 我们能走到 光明里面去吗 所以就饶恕 是一个决定 但是是一个 需要时间的过程 好 今天我们就来讲 第三第四点 我觉得比较相近的 所以放在一起讲 姜姐妹你来念一下 第三第四点 瑪莉你来念一下 宽恕不是放过有罪的人 而是把罪恶 从你的钩子 移到上帝的钩子上 此宽恕不是为错误的事 找借口 或者让有罪的人 逍遥法外 太便宜他了 所有错误的行为 都是错误的 大家看这两点有什么感受呢 好像觉得有点解气 或者觉得还不够解气 一定要自己去 双手去 整死对方才是 小莫你觉得 对我觉得 这给我们一个出口 一个什么样的出口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是受害者的话 或是在这边 我们是 我们就是发自本能的 就是想打回去 报复回去 但是这就反而是怎么说呢 当你就是没有机会打回去 受了委屈 无处可说的时候 他首先接纳了你这个情绪 他是错的 他这件事情 他是做错了 他是说错了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里面 选择宽恕他 不是因为他做的对和错 不是因为说他这个事情是对 而是我们 选择了在这个事情上 他不能够在在我 他的错 不能在在我身上有作用 不能在在我身上来惩罚我 因为他做错了 这个事情发生了 可能他骂了我 他打了我 但是我里面可以做一个决定 这个事情我要放下 他不能再继续折磨我 我记得是前两天 可能看到一个短视频 还是一个小的这种见解 他就说 他说有个人就说 哎呀 今天这个人骂了我一句话 让我很难受 边走边难受 从早上到晚下都难受 然后一个人问他 你为什么那么难受 有个人骂了我一句 他说那不只骂你一句 骂了你一整天了 说没有啊 只骂了我一句 他说你看 那一句话说你一整天都在那 感觉被骂 所以其实他不是骂你一句 骂你一整天 是因为这个人把这句话 一直在那儿来重复 来想 其实他不只骂你那一句 那一分钟 其实你一整天都在被他骂 对 所以这个选择很重要啊 对 还有一句话就说 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智慧的一件事情 当你认识到这个事情是别人的错的时候 你如何能做到不要让他的错误来惩罚你 这个决定是蛮重要的 我这里就活在那个痛苦当中 不饶恕你 就是那种看到他就恨 看到他就咬牙切齿那种 其实那个就在里面嘛 那个就是在你里面存着的 没有放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刚刚那句 就是所以我们想想看看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罪或者有罪的人 从我们的钩子上移到上帝的钩子上 我们自己有能力完全的公正的对待 对付 这样罪恶或者冒犯者 我们有能力公正的对待 有能力吗 以前就是很多时候有能力 我就冤冤相报嘛 我这些人那样就扯平了 但是我们上次也探讨过 如果这样做 可能就全世界都被杀光光了 或者就是没有大家都没眼睛 大家都没有牙齿那种 所以这个 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真正的公正 那我们呢就是要 刚刚那个前面读的一些经文 或者以前读过的 就是要我们要相信上帝 神会公正公义的对待罪恶的冒犯者 我们有这个信念吗 我觉得需要这个信念才行啊 否则我们可能就放不下 没有这个信念我们能放下吗 因为我们就是好像还要这个寻求公义 我们觉得那个公义 这样这样就是很难把这个事情 从私人方面就很难把它放下来 所以这句话 江姐妹 你现在在了吗 你来读一下 酸素不是放过有罪的人 这个蓝色的 蓝色的 底下哈 马太福音 我们有 底下 人子 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的众死者降临 那时候 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所以这句话大家有信心吗 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 你觉得神会放过那些人吗 我们可能就有的时候心软了 怎么的 我们放过上帝也不一定放过呢 而且他是真正公义 因为他是知道每个人的内心 他查看全宇宙 然后我们如果相信的话 我们就是要去操练 完全的把这些事情交托给上帝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个自由的心灵 所以我们有这个自由的心灵 我们就可以准备好 接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美善之物 如果我们就一直苦读 上帝给我们预备了很多美善之物 我们能有喜乐平安 去接纳和享用吗 是吧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一生 有很多人啊 就一生就因为那个仇恨苦毒 就苦大仇生啊 就被那个 这个吞噬了 或者就甚至毁灭了一生 大家想想可以相比较一下 到底你要选择哪样的人生 你要选择相信上帝的报应 失识后的报应 选择完全交托给上帝 还是要自己来掌控 自己来处理一些事情 好 所以这里有一句啊 是你的前书 你的前书是谁写的 你的前书 彼得前后书都是彼得写的 对 就有点tricky 有点那个叫 刚刚那个提莫代前后书说 保罗写的彼得前书 真的是彼得自己写的 他有句话 我这也很喜欢 我们家里有一个小的一个雕塑吧 上面写的就是这一句 你们要将一切忧虑献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 我就特别焦虑的时候 我就要看那个 看那个有一块小匾吧 就是那个 看一下 就会得一些安慰 就是一个提醒 有的时候这个 不小心又自己就扛起来了 是吧 应该把上帝允许我们嘛 他是顾念我们 但是我们整天还自己背着那些重担 或者包括苦毒啊 所以就是上帝跟我们说了 要把一切忧虑都献给他 因为他是顾念我们的 可能是把事情安排了 就给我们自己做得好 就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是吧 这里有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也经历过 好 这个就是钩子嘛 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是吧 这咱们的钩子 上面 箭头上 勾了那个冒犯者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钩子 没饶恕之前 钩子一直在我们的心脏上面 那我们饶恕的话 就要先把这个小人人 不管啥 拿下来 是吧 不过甚至 我刚才想到 如果是个狗冒犯了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狗 要拿下来 因为 我觉得有些 故事里面 真的是如果狗 冒犯了自己 或者家人 有的人就会把 那个狗怎么样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不管 这个小人人看 这个也就是 不管什么冒犯 我们真的要饶恕 他就要先把他拿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钩子 从自己的 心脏上拿下来 是吧 那就可以 虽然留下了一个洞 但是我们至少 可以开始来 寻求 治疗和愈合 是吧 如果不拿下来 永远在里面 能有机会愈合吗 所以这第四点 我们来看 就是刚刚说 不是为错误的行为 寻找借口 不是让他们逍遥法外 为什么呢 因为错误的行为 或者言语 就是错误的 有啥借口吗 英文现在 就是说 not ok 我们就叫小孩 他也是这样说的 人家做了一下 什么事情 你要有界限 你要告诉他 this is not ok 是吧 stop doing that 这是不可以的 我不允许你 对我做这个事情 请你不要再做 所以这个就错误的 就错误的 要先停止 我每次说 饶恕的 这个事情 要在这个 错误的行为 停止以后 我们再来考虑饶恕 没有停止 我们就要 要让这件事情 停止 不再发生 这个就很重要 我们就要建立 这个安全的计算 所以这个 耶稣这句话 是不是也给我们 不是 就是这个是 罗马书里面 保罗写 但是引用旧约里的 一件事 主说 这个我们知道神 也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说这个耶稣 也应该也是对的 主说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神没有说 我可能报应 是吧 有时候是我必报应 所以这个是神的应许 我们这方面 有没有信心呢 就是说 不会便宜他们的 不会便宜 他 或者他们的 有的时候是一个 我们这个团体啊 是吧 就都要尽力审判 然后这个 不会让他们 逍遥法外 因为这是冒犯 就是真实发生的 是吧 不是我们 逆找出来的 就是发生 我们是有证据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们都要有的 真的是要留证据 然后我们身心里的痛苦 也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很多是 我们在今天要讲 在讲的 如何饶恕 当我不情不愿事 所以这种痛苦 就是很严重的嘛 是很真实的 不是你踩我一脚 大概五分钟以后 就不疼了 这种 无所谓 如果你 就故意要踩我 那我肯定要教你 I don't like it stop it 你要告诉我 我不喜欢你 一直踩我脚 请你不要再踩 或者我就离那个人远一点 对吧 总是让那事情停止嘛 所以这个 大家有补充吗 就是不是让他们 逍遥法外 这个我刚刚已经念了 就主说 深渊在我 我必抱怨 这罗马书十二章 所以神是让我们 就是相信他 他会报应 然后所以我们 对我们的仇敌怎么样 就是如果他真的饿了 我们就给他吃 渴了给他喝 这样的话 上次我们就 分享过好多次 有的时候 对方就觉得不好意思了 是吧 就不好意思 他反正就产生内疚感 另外来 向我们这个 道歉 我最近上星期辅导的 有一个跑上来就感谢我 因为我就是带领他 就是一起学习 如何去沟通 做这个我们说 assertive communication 就是坚定 平和的沟通 他就用了 本来他老公说话 都要发臭的那种 他终于去用了 本来感谢我 他说 哇 这老公破天荒的 竟然跟我道歉 而且改变了他主意 本来想把一个小狗 要送走 就是因为小狗 把家里的纱窗 给挠坏了 就这样一件事情 这个小狗是他和他儿子 非常宝贝的 老公就脾气非常不好 这件事情就有了翻转 所以就 他那个纱窗 我当初跟他探讨 你这个老公就 其实这个纱窗是导火 那你能做什么 纱窗要你们条件那么好 可以请人来修 是吧 或者自己修 我觉得也不是太难的 后来他自己上YouTube 就去研究了 自己就去Home Depot 去买了纱窗 自己把它修好了 然后老公一看 老公心就平了下来 然后再跟他谈 结果老公就是 真的是回心转意啊 但是他彻底改变 可能要一段时间 但是这件事情上 就是有回转 他跟他道歉 所以这里就是说 不可以为恶所证 但叫你善胜意 所以他跟老公说话的时候 是很平和的 是吧 是善意的 然后杀窗这个事情 自己也解决了 不想去劳烦他老公 是吧 那么这导火索又加一层嘛 所以 就是举个例子 所以这个贴沙罗尼加 这里也说了 就是我们 就是为什么要 就是换位思考呢 如果我们不换位思考 我们 要打回去什么 就是以恶报恶嘛 是吧 所以我们这里又讲 不可以 但第一个 这个我以前讲 亲子关系 分享过 都讲到这 这节经文了 首先要什么 要警戒 这什么意思呢 警戒 首先我们 不要让这种 被伤害的事情发生 是吧 就是要建立 健康的界限 所以这个 我们这个系列 就第一个就是 如何建立健康的界限 基础的基础 我们最好这些事情 就不会发生 是吧 江姐妹 只有界限的话 这个 就不会这么多年 这么多 因为这个 这个事情有那么多困扰 是吧 所以这个界限 就一开始就要有 这个界限 好 所以这个 最后一个总结吧 也就是这两个心理学家 他们的 的 论文啊 他们的研究论文 这里讲 那个小毛你来念一下 宽恕不是法律方面的赦免 仁慈或宽大处理 这是需要秉公执法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宽恕不是纵容 或是帮忙找借口 还有一个就是 宽恕不是把错误的行为 合理化 可以宽恕 但不必相信 他们的行为是公平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来来会会有 有讲起这个 所以我就是今天把它 就又把它弄了一个图像 希望大家能 记住啊 提醒自己 就是要讲到宽恕 就有几个方面 就是一个是心理方面 就是个人心理啊 我今天也不讲国家与国家 团体 团体 就是民族啊 或者是 这种族裔方面的事情 就个人方面 就是 psychological 个人方面 团数就放下了 是吧 咱们说的 不是 要一牙还牙 一言还言 但法律方面 就是要秉公执法 他犯了什么事 那就是 该 扶法 经过这个 这个法律 整个的过程 这个 怎么判就怎么判 然后还有关系方面 关系方面就是要跟这个人 要不要和解啊 是吧 这个就三方面 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 就在第一个方面 大多数 我觉得很多时候 可能都是个人心理方面 但是万一这个事情 是牵涉到法律层面的 那我们 这三条线就要同时进行 是吧 一般这两 一般如果就是 饶数可能跟另外一个人关 一般就这两个 个人心理有关系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有法律方面 我们一定要 这个获得公寓 就非常重要 如果这个法律方面 做好 我们 这个 这个整个饶数的 这个过程 就是不完全的 所以一定要 法律方面 一定要把它完成了 好 好 大家有没有 什么问题 大家是不是还觉得很难啊 觉得有没有帮助啊 这样的探讨 玛丽有没有帮助啊 还是 有 有 尤其是对我来说 帮助很大 你最后这几点 我比较释怀了 因为 就是宽恕 我一直认为宽恕是 要和解 要 要饶出他的罪 就是说 免 免除他的罪 其实不是免 不是赦免 就是说 他该受的惩罚 还是要 受到惩罚 然后 只不过是 我们从内心来说 对他有一个宽恕的话 把这个钩子拿下 对我们没有伤害 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不对 是这样的 所以每个人 就是要 警醒 要知道我们所做 所言 都是有后果的 后果 而且要自己承担 是吧 做什么事情 所以就是 我们都是 还是 要谨慎的 因为知道 都是要承担后果 不是别人 来给你承担 所以就是 为什么有的事情 就难以释怀 就是 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 有一些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 同意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 刚刚那个 小莫也说 你看那个 什么视频 就是被冒害的 经历 或者被伤害的 经历 一直在脑海里 回放 其实这个 其实是 如果是 他们来寻求 专业辅导 这是给我一个 这其实是一个 受到心灵创伤的 一个 症状 其实你要让他 停止 回放 是要经过疗力的 也不能说 你就 不要让他回放 但是他现在就是 受了这个伤 他就会回放 是因为 有 这是一个症状之一 就是 所以就是 如果能够寻求 专业帮助 那是会 疗愈的快一点 就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也要 如果人家这样 我们也 我是觉得 我不会去 批评人家 什么 就知道 应该怎么去 帮助他 疗愈他 其实走这个过程 有一点 就是 先讲出自己的故事 我们跟他共情 是吧 然后 有些东西 当然 他如果 因为有心灵创伤 那种症状 一般是有焦虑 抑郁 还有些 负面思维 这种 不管也是 他需要 在业帮助 但是 抑郁 或者是 焦虑 有的时候 我们朋友之间 也可以帮助 帮他去缓解的 比如说 聊聊天 出去吃个 好吃的 喝咖啡 去哪儿去 游玩一下 放松一下 这个都是会 缓解抑郁 或者 教育的事情 这是我们可以 做的 但是有的东西 更深一点的 可能需要 专业提到 或者还有第二点 就是我们 是不是有的时候 难以失坏 就是我们 有点心急 就是希望 赶紧改变 但是 again 这个是 我们能掌控的 对吧 他没有改变 我们 哎呀 怎么还没赶 我们就 这个咬牙切齿的 又很放不下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中国的 言语 就是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或者上帝 有他的时间 有的时候 很多时候 工作需要上帝 通过一些事情 来 改变这个人 我觉得我们 可以去影响 别人 我们有办法 改变别人 是吧 我们影响别人 是刚刚说的 那个 我辅导的那个人 他跟老公 有这样的沟通 这样一个过程 他影响了老公 但是他没有 去改变老公 他只是 把自己该做的 做好 是吧 没有火上加油 所以他把自己 都帮了做 所以这个 他就 哎 怎么样 很奇妙的 就影响了老公 他老公改变了 不是说他 不是这个 我辅导这个人 他有意要 要改变你 不是的 他把自己做好 就哎 所以他的行为 能改变 影响了老公 好 还有一个就是 有的人就是 很难适合 就是更严重 想到要复仇啊 所以那个就 回到第二步去了 是吧 那就他没有 他就进不了第三步嘛 我们今天讲的第三步 是吧 他就还在 留在第二步啊 哎呀 放弃复仇啊 他做不到 他还是想着要复仇 是吧 那就 在第二步 还要一些工作要做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我们也 有的时候 我们还希望 冒犯者倒霉呢 是吧 不倒霉 我们觉得 哎呦 我为什么就是 有这种说法叫什么 好人不长寿 这个祸害一千年呢 是吧 有这样的说法呀 我们就恨不得他 赶紧找到道理 这是我们的想法呀 是吧 上帝是这样想的呢 有的时候 他们 真的会有改变 就过得比我们还好 这个时候 我有一句话 在上帝里说的 我要怎么怜悯谁 就怜悯谁呀 我要恩戴谁 就恩戴谁 咱们不希望人家 就是又 变得更好 第一次我们觉得 饶恕的一个试经时 是什么 人家好了 我们要为他高兴 是吧 人家 就是 如果我们人家不好 我们幸灾乐后 就是没有真正的饶恕 所以这个 如果我们有这些心态的话 就是第三步就 就是stuck 就走不过去 走不过去 好 所以这些 今天又时间有点长了 今天这里有几端经文 也是在一次帮助我们 怎么样走过第三步 这个也是 大家都念过了 也就是要 不要自己身边 听评读读 宁可让步 因为上帝并会报论 第二就是要 第二个经典 是罗马书的 就是我们要 知道这个 也上帝也认识 他让万事互相效应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一点大家都很熟悉 还有真言也是 这个也是 真的主权在神的手中 我签放在怀里 并是由耶和华 所以这个就是 让我们再一步 真的是 真的是 圣经是掌管 就 中文字幕后 继续